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屁 今天這部影片是來介紹6月27號黑妖改版的改版內容 那遊戲舉止他是採用6月25號先放出一些消息 然後6月26號再放出幾則消息 總共6月27號改版的內容密密麻麻 那我們就一折一折來看 首先是拉斯塔巴德地下洞穴 這個現實的地圖的話是設計給新低等的角色來練功的 那他的開放時間到7月25號 7月27號到7月25號近一個月的時間 那他有分兩個二樓一樓跟二樓 一樓的話他的入場限制是45等到49等 費用是5000 然後二樓的話他的等級限制是50等到54等 費用是7000 那一樓跟二樓每天都可以用5個小時 OK 那5個小時就跟 他的從事時間就跟 普通的一些 事件附本啊或者是一些 地間一樣 每天早上的5點從事 一樓出門的怪物基本上都只會掉加速藥水箱 紅水跟綠水 然後還有士兵跟將軍的初級徽章 那士兵跟將軍的初級徽章 就跟沉沒洞穴給的徽章是一樣的 基本上都是五十一百五百一千啊 所以 來這個地圖的話不要想說要賺天幣這樣 OK 接下來是 上市200日狂歡慶祝活動 那這個200日狂歡慶祝活動 跟100日慶祝活動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活動時間是6月27號到7月11號 總共兩個禮拜 那活動說明的部分就是 你6月27號開始可以用200天幣購買200日紀念品 那開啟200日紀念品可以獲得200日消耗品禮物箱 跟200日抽卡禮物箱 以及200日紀念戒指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蠻不錯的一個 一個點就是你之前如果3月份沒有參與到 100日狂歡慶祝活動的玩家 你也可以在當成用100紅利購買100日紀念戒指 以便之後一年紀念戒指的合成 OK 那這個200日紀念品 200天幣就可以買到 那購買限制是50等 而且一個帳號只能買一次 裡面的內容物的話 第一個 200日消耗品禮物箱 這個的話基本上裡面都是消耗品 就是一般的強化戰鬥卷軸啊 珍珠啊 料理啊 然後還會給歐拋夢早的補充寶石 那這邊沒有特別說 他的強化戰鬥卷軸跟一般的強化戰鬥卷軸有什麼關係 所以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7月11號會單調 基本上他給的數量7月11號錢應該都可以用得完 OK 接下來是200日抽卡禮物箱 那他的內容物的話是變身卡片箱抽10個 魔法娃娃箱抽10個 算是不錯 但是他沒有說變身跟娃娃他的抽到的品質是如何 如果都只有一般的話 那就倒還好 那如果是一般到稀有甚至是英雄的話 也就是可以抽到紅色的話那還不錯 紅變紅蛙就可以拼拼看了 然後200日紀念戒指的話 他跟100日紀念戒指不同 200日紀念戒指它是主要是攻擊部分 他是加近遠距離命中加2喔 然後攻擊速度跟吃法速度就加5% 也就是所有職業都受惠 OK 那100日紀念戒指的話 我記得他是加2點物防跟10點魔防 好 接下來是200日祝賀蛋糕 這個200日祝賀蛋糕 就跟100日祝賀蛋糕一樣 就是世界王的時候他會出來 那你打死他的話 就會獲得靈魂昇華的buff 持續半個小時 HP MP加100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200日藍寶石 200日藍寶石的話 也是世界王的時候 你如果成功的打到世界王一次 然後也把世界王打死了之後 他就會直接送到你的背包裡面 那藍寶石它就是50個葉子 也就是你如果每天6個世界王都打到的話 就是給你300葉 OK 接下來是黑妖極速衝等活動 那這個黑妖極速衝等活動 它有分原伺服器跟新伺服器 那它的活動時間 也是6月27號到7月25號 近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首先來說一下新伺服器的部分 新伺服器的部分 它是所有職業都是符合本次活動參加資格 而不是只有黑妖 OK 那第一個禮拜 6月27到7月4號 你如果你的新角色有達到46等的話 它就會送你龍之鑽石碎片 5個 那第二個禮拜 你如果達到50等 就送你300葉 第三個禮拜 你如果達到55等的話 就送你能力T恤交換證書 這個就是可以換老舊立踢 老舊免踢 老舊自踢的 OK 那7月25號以前 你如果達到60等的話 就會送你一張刻印住房 65等的話 就會送你一張刻印藍布 那這個藍布的話 可以做防具 武器 還有飾品 很補啊很補啊 那大課長們 你們也可以去新伺服器拼 看看各職業排名的第一位 第一名的話 就會給你萬能藥 那你如果是綜合排名的第一位的話 就是還會再給你一張紅布 也就是新伺服器總共會開六個嘛 那每一個伺服器的第一名 都會得到一張紅布 那各職業排名的第一名 就是再給你一個萬能藥 OK 那原伺服器的部分的話 就只有黑暗妖精 才能參加這次的極速充等活動 那他的成就獎勵 就沒有新伺服器那麼多了 那就是7月25號前 你如果練到55等 就送你能力T恤交換證書一個 練到60等就送你一張住房 那你如果是黑暗職業排名第一名 就送你一罐萬能藥 萬能藥就是可以讓你屬性多一點的藝術 OK 接下來就是預先創腳的部分 預先創腳 他這個6月27號 維修後 他就會送你一個太古的玉璽 也就是讓你開一個角色格 那一組帳號只能點一次玉璽 而且你如果單一伺服器 也就是假如我現在在青春是女神 然後我有五隻角色的話 你基本上你已經沒有第六格了 對吧 所以你如果單一伺服器 你如果有五個單號的話 五個角色啦 我做抱歉 五個角色的話 你獄襲拿到是沒有用的 OK 我是覺得這個獄襲的話 韓版也有給啦 基本上你開新職業的話 一定是要發這個啊 不然你人家兩格滿了 想要玩黑妖怎麼辦 強迫消費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算是比較晚才公佈的啦 這個是一定要給的 OK 然後創腳的時間的話 原伺服器你維修之後 你就可以創黑暗妖精了 但是要到下午6點才能開始玩 那新伺服器的話是 維修完之後 你可以創立全部的角色 那也是下午6點才能開始玩 OK 接下來就是 6月26號新出的資訊 第一個就是科硬裝備箱 不是科硬裝備箱 科硬裝備 收集冊 新增的科硬裝備 之前都是裝備收集冊嘛 沒有科硬嘛 現在科硬裝備也可以收集了 但是他沒有全部開放 他只有開放一些 我是覺得他這次開放的還算不錯啊 至少不是什麼經驗值加0.1%的那種 他是不是加生命辦 是加屬性啊 防禦啊 命中啊 我覺得倒還不錯啊 那這個詳細的收集內容的話 有興趣可以來天堂M官方網站做個收看 以便 嗯 27號的準備 OK 接下來是 英雄變身限時交換活動 這個活動的話 就是6月27號到7月4號 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這個時間內 你抽到的紅變 或是合成的紅變喔 記得喔 只有紅變喔 就可以 假如你抽到歐瑞綠 可是你是騎士 你不喜歡 你可以花藍鑽再 再抽一次 也就是更換他的紅變 你可能歐瑞綠更換之後變甘特啊之類的 OK 每張變身卡都有五次的機會可以替換卡片 也就是你今天抽到歐瑞綠 然後你想要換近戰的 你有五次的機會可以讓他重新洗牌 OK 那他有一個系統 假如你今天藍鑽不夠 你可以先把你想要替換的紅變先卡在這個系統裡面 然後他 你如果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有一張紅變 再重新抽卡的話 他還會給你一個圖示來提醒你說 你有一張紅變你不滿意你想要替換的喔 記得 你如果藍鑽夠了來 重新抽卡一下 那 根據 替換次數的增加 當然 你耗的藍鑽也會越來越貴啊 那 他第一次換的話是一千鑽 第二次三千 第三次五千 第四次七千 第五次一萬 那這次的活動就只有紅變可以換喔 而且是 六月二十七號到七月四號才能抽到的合成的紅變才能換喔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是 布魯迪卡的生物也就是抽抽熱啦 對吧 上次的抽抽熱 我記得是潘朵拉的嘛 潘朵拉的遺物嘛 OK 那這次的抽抽熱一樣是六月二十七號到七月十一號 也就是兩個禮拜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次的布魯迪卡的生物香 的內容物 那他有分三種販賣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 呃 生物香組合 也就是他會再送你一張藍變 然後十一箱 生物香 一個賬號只能買一次 然後一千五百鑽 第二個就是單賣一個生物香 然後一個一百鑽 第三個就是一組生物香 十一個但是賣一千 藍鑽這樣子 這樣子大家看起來也應該會想要選擇一千五啦 因為每個賬號只能購買一次 也就是他這個是CP值最高的 一千五藍鑽是CP值最高的 那 生物香的內容物的話就是 生物帶一個 名譽金幣三十個 魔法娃娃製作硬幣十個 變身製作硬幣十個 然後還有機會獲得 就是大家 眾所期待的 粉色啊 紅色的東西 那這次的生物香的話 他會 最多可以開到紫色 倫德雙刀 黑妖的紫色的 也可以開出來了 而且還可以開到 救急光列術 反擊屏障啊 破壞盔甲之類的 等等的 傳說物品 那紅色的話 他也會開到香蕭術喔 開得到香蕭術 然後克特拳套 惡魔王系列 還有一些背甲之類的 那稀有的話 會有雙銅破壞 暗影之雅 也就是 他這邊的話 是黑妖的水晶 比較多啦 因為主要這個是 搭配黑妖的活動 OK 那高級的部分 會有狼皮斗棚 狼皮斗棚是黑妖 我記得是 黑妖出來才有的 OK 那 紅武紅房 住武住房都還有 住住住 住住 紅武 住房 紅房 白武白訪都有 大家都可以 碰碰硬氣 抽抽樂就是這樣子 那我是建議啦 就是 平民玩家的話 如果身上有1500的話 就是買1500就可以了 反正他有兩個禮拜 可以賺的直接嘛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布里卡的聖物袋 聖物組合送的 白色幼犬是什麼東西 白色幼犬的話 他是藍變 然後他攻擊速度加60% 施法速度加10% 他這邊沒有寫說 白色幼犬到底是萬能的 還是只有近戰啊 或者是遠距離 他這邊沒有寫到 但是他的收集品有寫說 白色幼犬加 煩夢的話 他的近距離跟遠距離命中 都會各加一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跟武士一樣啊 他的收集品能力蠻亮眼的 蠻亮眼的 蠻亮眼的 然後 布里卡的聖物袋 這個就跟之前潘朵拉一樣啊 反正就是三個聖物袋 可以合成一個高級聖物袋 然後聖物袋打開之後 可以獲得 兩個小時的buff 兩個小時的聖物啦 也就是兩個小時的buff 那 這次的聖物的buff就是 物防3點 然後 攻擊力加1點 命中加3 魔防加1 藥水回復率加5% 然後 負重加500 那你如果三代合成一代高級的話 他只有效果 時間 變成六個小時而已 OK 那 除了 高級帶除了 應該說聖物帶除了可以開出聖物以外 也可以換 也可以製作裝備道具 也可以 也就是說可以更換武器防具啦 那這次的話是 克特保底 克特裝保底 然後 史奇裝也保底 然後 惡魔王系列也是保底 OK 然後什麼變形怪手領啊 魔王戒指 氣魄戒指 也全部都保底 也全部都可以 用聖物帶來製作 那這次的藍色的物品的話 有多了兩個 一個是 傑佛雷庫的魔眼 這個的話 應該是項鍊之類的吧 然後 傑佛雷庫的尖牙 這個好像是 背甲的樣子 這兩個可能要等 呃 等這次開放才知道他是哪一個部位啦 OK 除了這兩個以外 提盾跟 面具也都 重現江湖啦 然後也可以做沙哈 然後 綠色的話 黑焰又出來了 黑焰又出來了 然後這次還有新的一個叫做 拉斯塔巴德縱石之弓 縱石之弓 縱石之弓 OK 然後還有材料箱 材料箱的話 就是可以得到各種 有機會啦 有機會會得到一些 主要是白金金屬板 黃金金屬板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妖精 黑暗妖精三層活動 黑暗妖精三層活動的話 他就是 增加了兩種紅便跟三種藍便 共五種 然後也有開放九個卡池 新的卡池 那紅便的話兩隻 基本上這兩隻 一隻遠距離一隻近距離啦 一隻遠距離一隻近距離 那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布魯迪卡 他的攻擊速度 是紅便最高 108 108 應該說這兩隻都是 抱歉我剛剛說錯 這兩隻都是近距離的啦 都是近距離 不是一隻近距離 一隻遠距離 這兩隻都是近距離 那布魯迪卡的話 攻速最高 但是 三特斯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來 打架用的 OK 那藍便的話多三隻 第一隻 暗殺軍王史雷弗 這隻是近距離的 然後他的攻擊速度 來到了74% 之前都最高 最高是69% 現在這個有74% 然後他給的東西也是不錯 這個算是強化版的白金騎士 然後長老安迪斯 這個是遠距離的 遠距離 基本上就跟史雷弗差不多 只是近距離變成遠距離 然後接下來還有老虎 這個很鏘的一個變身 但是這個老虎 基本上 他是近戰喔 他不是萬能的喔 他跟哈維的效果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的 這 這五個 新的變身的卡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覺得 嗯 跟 跟刺客巡守 就是跟黑暗刺客啊 螢光刺客 黑暗巡守 螢光巡守 這個合起來的 迴避 遠距離迴避 加二 這個算是比較 比較好可以打成的 也就是王主啊 或者是 黑暗妖精 然後妖精 你抽到的 你有可能就可以直接開啟這個卡 OK 然後 接下來的高級勇士裝備包也更新啦 黑暗妖精的話 現在裝備包 新手裝備包 就只要八百九 台幣 其他的職業的高級裝備包也是 本來是 1490 本來是1490 現在改為八百九 本來是1490 我看一下喔 有點忘記啦 對 本來是1490 現在變成八百九 OK 接下來是 最後一個 黑暗妖精改版內容 這個改版內容的話 主要就是 在講 一些商人會賣 多賣什麼東西啊 然後 科影裝備箱 高級科影裝備箱 怪物會掉 黑妖的裝啦 那這邊大家都可以看看啦 主要是 魔法商人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黑妖的 黑妖的 魔法裡面 基本上 燃燥鬥智 然後 影子防禦啊 附加距離 這些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你如果要再上去的話 比如說 雙重破壞 暗影之一啊 彗星一擊 這些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 血蒙 迷慾貨幣來買 OK 那 可以看到的是 破壞盔甲 一定就只能 打怪 打得到 一定要用打的 然後製作道具的話 有更新了 這個神話 基本上 沒有人會做得出來 傳說 這個也看看就好 黑妖基本上 大家都是推薦 你如果 要花錢 買 用武器 都是推薦 用惡魔王雙刀 OK 然後 這邊的亮點 我就覺得 血蒙改版 因為血蒙 現在的等級 提升到18等 然後又有新增一些血蒙商人賣的新東西啊 跟各階級的血蒙buff 賣的新東西的話 主要是我看到 騎士 妖精王族 法師 他們這三個 這四個 這四個 這四個法術書 水晶 技術書 應該就是新的 新的職業技能 我覺得這個算是不錯啦 但是 他要70萬名譽貨幣啊 各使百千萬十萬啊 所以這個 基本上 就看看就好啦 你如果真的要血的話 你要嘛就是花大錢 要嘛就是 很好運 看打打看 看能不能打得到 OK 主要 騎士的話 我記得騎士這個猛力衝擊 算是遠 中距離的頭子 還不錯 然後 王族的話 王族的話 有衝雲了 然後 符石的部分 現在的符石 你可以用 世界王的幸運箱開到 你也可以去 你如果有城堡的話 也可以 加入城堡血盟去買 但是 現在還有新的一個 更換方法 也就是你血盟等級 達到17等之後 花50萬 名譽貨幣就可以拿到了 我們還是乖乖的農幸運箱吧 OK 然後 接下來這個更動的話 應該很多人會大失所望啊 你加入有城堡的盟之後 你不能馬上買 變身製作硬幣 跟魔法娃娃製作硬幣 你要 7天後 加入了7天後 才可以買珍珠 硬幣 對吧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讓一些想要存 想要存天上騎士的 或是想要存名譽貨幣的 他們的路途更加艱辛了 OK 然後還有信箱信真訊息功能 這個的話 就類似飛哥傳信了 飛哥傳信了 這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功能應該會比較少用 因為大家可能用密語的就好 然後 特殊副本 時間顯示優化 也就是 你剩餘時間是用紅色 你補充時間 變成用綠色的 假如我奧曼斯塔 剩一個小時 然後我又再補一個小時的話 他這邊就會 一半紅一半綠 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商城保管箱 算是 我是覺得這個太慢出來了 對吧 這個是你如果買錯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退費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 手滑了 原本是要買A 結果買錯 買成B 然後不能退貨 對吧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情況應該是蠻長發生 那這個商城保管箱 這麼晚才出來啊 但是 至少他還是有出來啦 也就是你買東西之後 他會先幫你放在保管箱 等你確認55之後 才會確定購買 那如果 按錯了 你還可以退費 OK 然後 這個的話 其他部分 我是覺得 這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快捷劍本來是 有三組 現在變成四組啦 對每個職業都是好處啦 法師尤其是好處啦 因為法師法術很多嘛 OK 那 6月27號的黑曜 改版內容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非常長啊 非常多啊 但是我們就是 一折一折的 跟大家一起來 討論分析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到我影片下方 我們來做一下 討論跟分析這樣子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我是小屁 我們就 黑妖見啦 拜拜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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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